现在让我们聆听神在这周末所要传达的信息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欢迎田城田牧师为我们做今天的分享 好 来 我们一起关上我们的眼睛 低下我们的头 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神的话语 主耶稣 我们感谢你 主要今天再一次让我们在你的圣所当中聚集 主要我们相信我们每一次来到这里 我们都要珍惜我们来敬拜你的机会 更重要主 在每次来的时候 我求你的话语临到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的圣灵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当你向的灵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将会得到自由 我们将会得到能力 我们的生命也将会改变 求你启示我们 我们将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去说 Amen 各位兄弟们平安 开始之前 跟你旁边的人 给他一个赞 也鼓励他来到教会来 敬拜我们的神 对 很好 我们就给他一个赞 很好 OK 今天我看了一下日历 时间过得好快 2020年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2021年的第一个月已经过去了 现在已经是2021年的二月了 有没有想过 2021年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有没有想过 我们都知道 也许全世界都知道 2020年绝对不是个好年 对吧 2021年会不会要继续这样的光景 很多人都想知道 那变异的病毒会流行吗 疫苗真的有用吗 经济能恢复吗 我们可以出国旅游吗 这是我们最关心 最好奇的问题 也许在这个时候 这个世界更加需要 我们基督徒口里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词 那就是平安 这个世界真的更需要平安 因为你要知道 世界的平安是暂时的 为什么我说世界的平安是暂时的 如果你看中国的疫情 去年的控制 本来都是非常好的 虽然最早那边爆发 但是它控制非常好 但是疫情都会反反复复 人力是控制不住的 所以我说世界的平安是暂时的 但是我们要祷告 神真的平安要临到我们的家里 阿妹吗 神真的平安要临到你的家里 临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 所以在今年华人新年之前 教会的设计部门就问我说 牧师啊你能不能帮我们 血腹对联 因为每一年的对联 都是我写的 所以今年血腹对联 它可以打在屏幕上 或者印在我们的周报上 放在什么地方 我就祷告 圣灵就感动我 写下这样两句 哪两句呢 来 同心同努力 全面复苏必来到 新春新季节 恩福平安临你家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恩福平安 真的平安 不是世界的平安 乃是从上帝而来的平安 必须要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 阿们吗 这个很重要 我们要求平安 我们要求平安 我们不仅要求平安 我告诉你 现在我们还要求恩高 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我们要求恩高 我最近我祷告 上帝告诉我说 你们要求恩高 你要告诉中文教育的 基兄姐妹们 你们要求恩高 当我们有了恩高的之后 我们的能力就不一样 当我们有了恩高 神会给我们 属天的智慧和才能 来面对这现在 社会的挑战和艰苦 我们手里的一切东西 工作也好 事业也好 服事也好 生意也好 都会昌盛 好像创世纪当中的 以萨一样 对吗 以萨是怎么样 以萨是有一个日增月圣的恩高 所以我祷告 每一个人 要有一个日增月圣的恩高 每天我们都在丰盛 每天我们都在增加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恩高 那有人问了 牧师呢 什么是恩高呢 什么是恩高呢 如果按照定义来讲 恩高就是charisma 什么是恩高 恩高就是 有位格的主耶稣 透过圣灵 显现出他自己来 如果你看圣经 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 恩高是什么呢 好像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一种 属天的能力 或者是理解力 落在了一个被拣选的人的身上 当这个人有了恩高之后 我告诉你 这个人就不一样了 你会感觉到神与他同在 你会感觉到 这个人和旁边人不一样 你会感觉到 这个恩高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来跟随他 所以恩高就是神的同在 那我们说 那怎么能够得到恩高 怎么能够得到恩高 我们都想要恩高 怎么可以得到恩高 关于得到恩高 我告诉你教导非常多的 有人讲说 可慕恩高啊 祈求恩高啊 抓住恩高啊 持守恩高啊 这些恩高的教导哪里都有 但是今天我想通过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角度 来告诉大家 到底什么是恩高 恩高是怎么组成的 我相信今天我讲的没有人讲过 因为我没有听过有人真正从这个角度讲恩高的 所以今天你能听到 我希望我也祷告 每一个人领受这个恩高 特别在这个特别的季节里 得着从神而来的恩高 如果你 你不要讲Amen 你同意 你把手举起来 挥一挥 好 很好 很好 在古代的时候 在中东古代的时候 他们人呢 都会用一种东西叫高油 高油啊 高油啊 高油是什么呢 不是普通油 叫做高油 这种高油是从植物 或者是一些香料当中提炼出来的 当时作为香水 涂在身上 涂在头发上 哇香香的 滋润头发 滋润皮肤 或者这个高油 可以涂抹在伤口上 如果你有伤口割伤了 涂在伤口上 它会痊愈 更多的是涂在尸体上 做防腐剂的 人死了之后 把高油涂在尸体上 如果你看埃及的木乃伊 他做木乃伊的时候 他就放了很多高油涂在那边 但是你看圣经的历位纪 神要求以色列人 用一种特殊的高油 来高抹会墓 高抹祭坛 高抹法柜 涂抹之后 这些东西就分别为圣 不仅要涂在东西上 高油还要恩高祭司 大祭司 恩高祭司每一家的人 当他们被恩高之后 他们才可以站在人 与神之间来服侍 他们才真正得着那个恩高 所以这个高油在旧约当中 就预表着 就代表着神的恩高 这是旧约当中的一种表象 我们看一段圣经 历位纪八章第六节 告诉我们说 摩西带了亚伦和他儿子来 用水洗了他们 跳到第十节 摩西用高油抹杖木 和其中所有的 使他成圣 又用高油在坛上 谈了七次 又抹了坛和坛的一切器皿 并洗浊盆和盆座 使他成圣 又把高油倒在亚伦的头上 高他 使他成圣 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当中你看到 好像高油这个东西 在整个仪式当中非常重要 你知道 我们基督徒也经常抹油祷告 对吗 好像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抹油祷告 我们喜欢用 通常我都会讲的 我们抹油祷告的时候 这个油 乃代表着圣灵的高末和同在 听好了 只是代表 他不是说旧式 代表着圣灵的高末和同在 当然我们通常是喜欢用橄榄油 橄榄油 你是用煮菜的也好 做沙拉的也好 无所谓的 反正是橄榄油都OK的 当然有人也问我说 牧师啊 我没有橄榄油 我用菜籽油可以吗 用花生油OK吗 OK啦 反正都是高末 只是代表嘛 带有什么油 其实问题不大的 又有人问我 牧师啊 用红花油可以吗 辅标油 Tigerbomb 可以吗 我说 当然这个更好的 抹完了之后更精神 当然抹完之后 如果感觉好一点 也不懂得是 这个油的功效呢 还是圣灵的功效了 其实抹什么油 并不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一件事情 那就是 在旧约圣经当中 神所用的圣膏油 不是橄榄油 确切说 不只是橄榄油 它的油是一种 复合油 什么叫复合油 是几种东西 参在一起 做成的膏油 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橄榄油 作为膏油 真的吗 真的吗 我们看一下经文 出埃及记 三十章二十二节 出埃及记 三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要取上品的香料 就是流制的默药 这个字念默 比较没药 默药 默药五百舍克勒 香肉桂一半 就是两百五十舍克勒 昌普二百五十舍克勒 桂皮五百舍克勒 都按着圣索的平 就是秤 又用 又取橄榄油一心 按作香之法 调和 做成圣膏油 看到没有经文 他用什么东西 几样东西 默药 肉香肉桂 然后呢 昌普 桂皮 然后呢 参在橄榄油当中 做成圣膏油 而且圣经还讲了一句话 来我们再看 三十章三十一节 他说什么呢 这个油 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 这油 我要世世代代 以为 圣膏油 看到没有 这个油啊 世世代代 都要做圣膏油的 换句话讲 这个油 配方不可以变的 有copyright 神说 这是我有 有版权的 你不能随随便便 给我加东西的 圣膏油的配方 是不可以变的 橄榄油 加四种香料 墨药 香肉桂 昌普 桂皮 一起调和 起来 就变成了一个 复合油 掺杂在一起的油 好了 读到这里的时候 各位兄姐妹们 我就让你思考一下 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 我们没有思考 我们只是读 读读读 读完之后 观传圣经就算了 你没有思考过 为什么 神专门选择 橄榄油 加这四种东西 调和在一起 有没有想过 有没有想过 有谁想过 举手 有吗 有吗 武栏有吗 没有一个人想过的 为什么是这四种油 调和在一起 为什么要用橄榄油 为什么不要用芝麻油 如果芝麻油 加上香菜 花椒 辣椒 蒜头 再加上献祭的羔羊 我们一起可以吃火锅了 为什么要用橄榄油 为什么要用这种香料 各位兄姐妹们 有没有想过 而且神说 这个羔油非常重要 神还特别交代 说事事代代 配方不可以改变 我告诉你 一定有原因在里面 高油当中的每一个成分 在希伯来的环境当中 文化当中 都有一种特别的代表 它也代表着 生命当中的某一些部分 神需要我们去面对 需要我们去处理 所以我相信 这些属灵的成分 如果我们多得到了 我们就得到了 属灵的高油 那就是属灵的恩高 就会降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今天 我们就看看这五种配料 这五种配料当中的 什么特性 神要让我们记住 当你抓到这种特性的时候 其实你就抓到了 它的什么呢 它的配方 属灵的配方 你就会得到属灵的恩高 就是属灵的高油 我们来看第一点 第一点 高油的配方的第一个 很重要的 高油的组成 第一个是叫 墨药 墨药 什么是墨药 什么是墨药 高油当中的第一个重要的成分 就是墨药 你看一下 什么是墨药 来我们看一下图片 什么是墨药 墨药是一种树脂 你看那个照片 它是一种树脂来着 它是在阿拉伯 埃塞俄比亚 还有索马里 那个地方 一种特产 这个树脂非常特别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通常制成香水 制成香精 除了它有香味以外 墨药还是一种药材 它不仅是香料 它还是药材 它可以止血 它可以止痛 去肿 对整个身体的调节 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把墨药跟酒 掺在一起 它就可以给人止痛 所以圣经当中有一段 你记得吗 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 有人用墨药调和酒 给耶稣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种止痛的药 在古代埃及 他们在庙里边 点墨药 来熏这个尸体 犹太人也用墨药 来在高墨尸体 在准备埋葬 所以在希伯来人的眼里 墨药是一种 非常非常贵重的香料 那为什么高油当中的 第一个香料 就是最重要的香料 神会选择墨药呢 因为墨药有三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特性 第一个特性 墨药是从哪里来的 你要知道 当他们想从树上 得到这个树脂的时候 他必须用刀子割开那个树皮 树脂才会流出来 流出来之后 接住它变干了 就是墨药 好像我们在东南亚 我们看到有人割胶 知道吗 割树胶就是一样的原理 墨药也是要割出来的 当它割这个树皮的时候 割开代表的就是什么呢 痛苦 所以墨药有一个痛苦的含义 第二 墨药闻起来非常香 但是你放到嘴巴里 你品一下 它却非常非常的苦 所以在希伯来原文当中 这个墨药这个词 原本的含义就是痛苦 就是什么呢 苦毒 它是一种苦 第三 墨药最多使用是在处理尸体上 我刚才讲了防腐 或者裹尸之前用墨药来涂 所以墨药也和死亡连在一起 所以这三种特性 我们就看到了 为什么神要选择墨药 墨药的属灵含义是什么 让我们看 墨药的属灵含义就是 生命会经历痛苦 旷野的道路 然后呢 试炼患难死亡的挑战 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 对付我们的老我 致死我们的老我 叫做对自己死 对耶稣活 我们一起做一个动作 对自己死 对了 对耶稣活 我们要对自己死 对耶稣活 这就是墨药的树灵含义 我们看见圣经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他是爱我 为我舍己 各位兄姐妹们 你要想得着神的恩高 第一件事情你要学的就是 对自己死 对耶稣基督而活 圣经说 我们和基督同钉十架 什么叫我们和基督同钉十架 因为律法不再审判我们 我们已经向律法死了 我们和耶稣同钉十架 罪恶已经不再挟制我们 我们已经向着罪恶死了 我们和耶稣同钉十架 生命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我们 乃是主耶稣 我们已经对着自己死了 所以以前我们信主之前 我们是为自己而活 现在我们应该为着那 死里复活的主耶稣而活 阿明嘛 我们应该对着主耶稣而活 所以加勒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又告诉我们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这就是什么呢 靠着圣灵得生 靠着圣灵行事 对自己死 对耶稣活 我记得 著名的雕刻大师 米开朗基诺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一句话 他说大理石越亏损 雕像就越显出美态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要知道 它是什么 雕刻石 他是个艺术家 非常有名的 你看到 当它雕刻的时候 来我们看下一张 当它雕刻的时候 本来是一块石头 大理石的原石 如果这块石头 不被处理 不被亏损 不被砸 不被敲 不被重新改变 它就不可能变成一个 千古流传 美妙的雕像 所以他说 一块大石头 它不死 不被敲 不被打 不被碎 它就不可能变成一个 永远流传的艺术品 所以默要的含义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不死 不向自己死 我们每次考虑 都是自己的事情 而不是天国的事情 你就没有办法 得着神的恩高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想得到神的恩高 你要学习 对着自己死 对着耶稣活 把自己的老我之死 带出主耶稣的生命 这是得着恩高的 第一个条件 就是默要的特性 我们再看第二 第二 高油的组成部分 叫做香肉桂 香肉桂 Fragment of cinnamon 香肉桂 什么是香肉桂 这边 我们看到 高油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 叫做香肉桂 也叫肉桂 我们通常叫做肉桂 我相信肉桂 大家应该不会陌生 我们看一个图片 什么是肉桂 肉桂是什么东西 很著名的香料 有没有见过 有没有见过 肯定有人见过了 只要你会煮饭的人 一般你都会见过 这个最有名的是斯里兰卡的肉桂 是最棒的 味道最好的 肉桂这个东西 Cinnamo 不仅可以煮菜 更多的是使用在什么呢 西餐上 糕点啊 蛋糕啊 红酒啊 巧克力啊 或者是咖啡上 这个肉桂很特别 你加入肉桂的菜肴 它的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更重要 专业厨师就知道 肉桂加一点点在菜里边 它可以保持那个菜的原味 它有一种稳定剂 它是一种香味的稳定剂 你加入肉桂之后 它的菜的味道非常稳定 香气不会这么快的跑掉 所以它是稳定剂 从这个稳定剂当中 我们就看到 那肉桂的属灵含义 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 肉桂的属灵含义 从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肉桂就代表着什么呢 坚定 稳固 圣灵的恩赐 所以说 我们要有耶稣的品行 发挥出圣灵的恩赐 品格就是根基 有好的根基 我们才能行使并持守恩高 所以根基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稳固的根基 恩高就没有变办法在我们生命当中流露出来 就是说 你要想拥有恩高 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根基 扎实的根基 你不可能遇到一个人 这个人没有什么认识耶稣的 也不太认识圣经的 也没有参加什么教会活动的 也没有任何信仰 有任何的兴趣的 但是他非常有恩高 我告诉你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人 如果他没有什么活动 没有什么根基 没有什么认识 没有什么了解 他还非常有恩高的 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 他的恩高 从什么灵来的我不知道 绝对不是从圣灵来的 明白吗 如果从圣灵来的 没有道理的 必须要有一个扎实的属灵信仰根基 那什么是属灵信仰根基 除了我们以为的 我们要读经 我们要祷告 这些还没有这么这么重要 其实最重要我们衡量一个人 属灵信仰根基是 你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 告诉我们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没有据律法禁止 所以说 如果你要想有坚实的信仰根基 你就必须去结出属灵的果子 不是你以为 我每次去教会来 我每次去祷告 我每次参加小组 每次有活动我都去 这就代表你信仰根基扎实吗 不是的 你必须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真正信仰根基 你需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当然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我记得有一个姐妹问我 说牧师啊 你看我老公 教会也不去 讲他他又骂我 教导来小组也骂我 天天在家里都骂我 你看你老公干嘛 怎么办 我怎么改变他 我怎么想传福音 我怎么叫他来教会 有什么办法 你能不能为我祷告 我说祷告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劝他来 你拉他来 你们两个吵架来 都解决不了问题 一个人要真正改变 一个人要结出圣灵的果子 一个人发生 完完全全转变 只有一个条件 只有一件事情 那就是这个人必须要遇见神 阿们吗 他必须要遇见神 如果他亲自没有遇见上帝 我告诉你 你怎么念他 怎么喊他 怎么拉他来 都没有用的 没有意思的 他必须自己要遇见上帝 当他自己遇见上帝之后 他的生命就必然改变 阿们吗 他一定会改变的 他一定一定会改变的 他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 如果你有这样的问题 我告诉你 你唯一为他祷告 就是让他遇见上帝 你不要去拉他 你不要尝试去改变他 你不要去逼他 结出圣灵的果子 我怕你逼他 结出圣灵的果子 他不知道会结出 什么样的果子 所以你要为他祷告 让他遇见上帝 十九世纪 丹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神学家 叫契克果 我读过他很多的书 他讲过一句话 非常好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基督教的信仰 不是一套宗教理念 而是个人与神的相遇 当人遇见神之后 就不得不由所行动 遇见神是最重要的 你要想得着神的触摸 改变圣灵的果子 这个人要遇见上帝 遇见神 诗篇三十四章第八节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怎么样 有福了 什么叫尝尝主恩的滋味 什么叫尝尝主恩的滋味 他说我请你尝尝我这道菜怎么样 那就是你要认识他 认识这道菜 认识这个人 认识这个神 你跟他建立关系之后 你才能知道投靠他的有福了 所以遇见神 尝尝主恩的滋味 这种生命的遇见 听好了 生命的遇见 不是头脑的明白和知道 才是最重要的 坚实的根基的基础 才是得着恩高的必要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 香肉贵 你要有建立一个坚实的基础 你才有恩高 第三 第三 高油的第三个组成 叫做什么呢 Casia 桂皮 桂皮 高油的第三个原料 叫做桂皮 我们看什么是桂皮 来下一张 你看桂皮 有见过吗 有见过吗 这张照片你看了之后有什么特点 有什么特点 跟刚才的不是差不多吗 对吗 跟那个肉桂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我告诉你 其实很多人 分不清什么是肉桂 什么是桂皮 因为他们两个长得太像了 看外观都差不多 都是卷起来的树皮 都是有香味 都是有调料 除非你是专业的厨师 专业的综艺师 我告诉你 一般人 分不清什么是肉桂 什么是桂皮 他们感觉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长得真的很像 你看这张照片 跟前面一张 很像的 怎么能分辨 什么是肉桂 什么是桂皮 我专门上网上查了一下 我说怎么分辨 肉桂跟桂皮 因为圣经讲说 又有肉桂又有桂皮 为什么两个人 两个就这么像 怎么能分辨 网上讲得就很详细 首先他讲说 当然你要看它的 都是树皮 都是卷卷的 都是一样的 但是看它的纹理 纹理不同 颜色稍微不同 然后呢 它香味有一点点不同 这还不足 满足我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分不清 后来我读到一篇文章 它讲 怎么分辨肉桂跟桂皮 非常好 它说什么呢 肉桂和桂皮 最大的差别在于 它们的用法不一样 为什么说用法不一样 肉桂怎么用 肉桂通常把它磨成粉 然后撒在西餐的蛋糕上 面包上 咖啡上 红酒上 这个就是肉桂 桂皮怎么用 桂皮通常跟它的好朋友 八角在一起 通常做什么呢 我们华人的卤肉啦 卤的控巴啦 豆干啦 豆鸡啦 这些东西 卤的卤品 都是桂皮 明白吗 这就比较好分了 原来是八角 原来肉桂是放在西餐上的 桂皮是放在中餐 卤肉的 当然有人讲 那牧师啊 为什么我看我有人 把肉桂丢在 那个卤肉当中 来卤呢 通常我可以 很肯定地告诉你 这个人绝对分不清 什么是桂皮 什么是肉桂 明白吗 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它能分得清的话 桂皮就是放卤肉的 肉桂就是放面包 放蛋糕上的 如果你把桂皮和八角 放在面包和蛋糕上 八角味的蛋糕和面糕 我想想应该是 蛮奇怪的一个味道了 好 我们看那桂皮的属灵 含义是什么呢 桂皮在西伯来文当中的 含义就是什么呢 舍己 谦卑自己敬拜神 代表着我们要来到 神的面前 谦卑我们的自己 这就是桂皮的 树灵含义 你要想得到 从神的恩高 我们必须拥有 桂皮所代表的 这种谦卑舍己的精神 如果你感觉 你自己很厉害 我们都可以 我们比任何人都强 不需要人教我 我告诉你 你可能也不需要 神的恩高了 因为你感觉自己 已经很厉害 什么都可以做了 当我们谦卑我们自己 来到神的面前 好像小孩子一样 拥有一个小孩子的心态 单纯的面对神 祈求神赐下恩高和能力的时候 神的恩高才会降临在我们当中 所以你看 真言书22章第四节 他说 敬畏耶和华 心存谦卑 旧德富有 尊荣生命为赏赐 所以你要心存 什么 谦卑 雅各书四章第六节 但他赐更多的恩典 所以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神要的是谦卑的人 为什么神要谦卑的人 圣经多次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小孩子 我们要做仆人 我们要谦卑顺服 其中背后的属灵原则就是 我们需要降低我们自己 当我们降低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们才能从上边得着神的恩高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假如你升到自己很高 下不来的 我们越低恩高能力恩典 越容易降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谦卑降低 是我们得着恩高的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 我们再看第四 高油的组成 这个叫昌普 这个东西叫昌普 Sweet叫Columus 这个是什么呢 昌普 这个东西我相信 每个人应该不是非常熟悉 肉桂贵皮 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个昌普是什么东西呢 昌普 来我们看张图片 昌普这种植物非常特别 它生活在水中 水的旁边 湖边 河边 它生长 专门喜欢有水的地方 有泥巴的地方 沼泽的地方 它越喜欢生长 而且它可以在沼泽当中站立起来 它本身是一种香料 如果你 其实华人也有用这种东西的 它是有一种姜的味道 好像姜氧 辣辣的 所以它是一种特别的香料 它的属灵含义非常特别 它的属灵含义 下一章 我们看 它的属灵含义 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含义是 站立权杖形条 金条 所以它的属灵含义是什么呢 权柄 所以昌普代表的是权柄 神要我们顺服权柄 让我们顺服权柄的时候 神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权柄 因为权柄永远是从上到下的 一层一层的地下去的 昌普还有一个 在语言文当中还有个含义 叫做什么呢 金条 什么是金条呢 打个简单的例子 好像我们打小孩子用的藤条 那个藤条长长的 那叫金条的 当然它不是做藤条的 它有个藤条的含义 这个藤条 这个金条代表的是什么呢 伤痕 因为你打的时候 一定有伤痕 对吗 所以这个伤痕 代表的就是 耶稣的伤痕 耶稣身上有伤痕 也是它最特别的地方 它跟其他神不一样的 就是耶稣的身上 是有伤痕的 你知道美国有个 很有名的牧师 叫Tim Keller 我很喜欢他的 提摩凯勒牧师 他讲过一句话 他说什么呢 他说 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一个 有伤痕的神 其他信仰的神 没有伤痕 只有曾经 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 用他所受的伤 伤 伤 那个伤痕 向我们说话 原来伤是可以说话的 因为伤 替我们说话 伤痕带来谦卑 伤痕带来顺服 神看重的就是 谦卑和顺服的心 因为顺服 比敬拜神 献祭给神 更讨神喜悦 这也是我们得着恩高的 一个重要的条件 就是你愿意顺服神 你才有恩高 从上下来给你 我们看撒门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二节 撒门尔记上 十五章二十二节 撒门尔说 耶和华喜悦 番祭和平安祭 岂如喜悦人 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 胜于献祭 顺从 胜于 公养的 指游 听命 胜于献祭 神 喜悦你 顺服 远远超过 我们的献祭 所以你要想得着神的恩高 顺服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前四项我们都有了 我们看最后一个 就第五点 恩高的组成 另外就是橄榄油 Olive Oil 为什么要用橄榄油 你看到 这么多东西 这么多配料 有墨药 有香肉桂 有桂皮 有昌普 最后需要用橄榄油 把这四种配料 掺杂在一起 它是个基底 一个基油 掺杂在一起 橄榄油是一个调和的作用 那为什么要用橄榄油 为什么要用橄榄油 为什么不可以用花生油 菜籽油 芝麻油 为什么一定要用橄榄油 当然 如果你看 地中海沿岸的国家 的主要 食用油的来源 是橄榄油 所以当时橄榄油 是非常普遍的 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在以色列 我看过他们怎么来炸橄榄油 现在是用机器 古代的以色列人 怎么来炸橄榄油 我们看这个图片 古代以色列人 炸橄榄油的时候 就把橄榄拿出来 放在一个大的石头底下 就硬硬地压过去 一圈 两圈 三圈 直接压 直到那些油 从橄榄当中流出来 所以你看到 这个大石头 把这橄榄坚硬的外壳 压碎 除去 橄榄油 才能完完全全地流出来 其实不仅是橄榄 葡萄也是这样 如果你看到怎么做葡萄酒 也是要把它给弄碎的 踩碎也好 压碎也好 那个葡萄汁才能流出来 才能酿成酒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 橄榄油的属灵含义 来我们看 橄榄油的属灵含义就是说 神要对付我们的生命 破碎我们骄傲的外壳 当这些破碎 骄傲的外壳破碎之后 我们的动机才会纯正 我们才会被炼净 真正纯净的冷炸橄榄油 Cold Press 才会真正流出来 这是橄榄油的特性 橄榄油的特性 这种破碎 这种压榨 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 什么呢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这就是橄榄油 什么是橄榄油的特性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的 就是橄榄油 因为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耶稣基督生命 活在我们的里面 阿妹吗 我们看罗马书 十二章第一节 他说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良善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献上自己当作活祭 那就等于 你自己就是那个橄榄 让神来压 让神来破 那个油才能流出来 油才能流出来 中国有一个 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 已经去世很多年了 影响中国传道历史 非常久远的 就是宋尚杰 John Song 他讲了一句话 宋尚杰说什么呢 宋尚杰说 中国圣徒的命 是橄榄命 什么是橄榄命 越压越出油 哇 这个很好 越压 他油越多 人家是压没有油 他越压越出油 他说圣徒的命 就是橄榄命 你要想盛油盛酒 你必须压 用神的方法来 竭尽我们 建立我们 我们才有机会 把我们嫁接在真葡萄树上 才能住在他里面 你要想得着神的恩高 这就是我们整个恩高的基础 第一件事你要做的 把自己献上当作活迹 就是拥有一个橄榄油的命 再加上其他四种香料 我们才能够看到 耶稣相亲的生命 和恩高的流露 各位兄姐妹们 各位兄姐妹们 今天通过我的分享 我希望你可以明白 恩高是从圣灵来的 但是这个恩高 不是你开口求 开口要 开口跟神讨 他就立刻给你的 不是这样的 如果你看旧约 高油当中的成分 你清楚地看到 原来神的高油 不是糊糊乱乱 几样东西 掺在一起就做出来的 它是有特别配方的 而且这个特别配方 有着非常深刻的 属灵含义 和属灵的意义 当你明白 这个属灵含义 和配方之后 你就能明白 恩高的秘诀和条件 所以我希望今天 我讲的 你把它记住 我做了个表格 你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拍一张照的 全部我把它给总结再起来 下一张 我们看一下 你要想得着恩高 有膏油 对应的恩高是什么呢 来我们复习一下 墨药 mer 象征的死亡 恩高就是什么呢 我们要钉死老我 致死肉体 香肉贵 象征的稳定 我们要扎实建造 属灵的根基 贵皮 象征着蛇脊 我们要谦卑自己 来到主的面前 昌仆 象征着权杖 就是顺服神 和属神的权柄 最后 橄榄油 象征的是破碎 那就是献上自己 当作活迹 各种姐妹们 我知道这个季节 很多人非常辛苦 疫情还没有稳定 经济还没有恢复 我们不仅需要 神的平安 神的保守 我们更需要 神的恩高 当你有了恩高 就有启示 当你有了恩高 就有指引 当你有了恩高 就有智慧 当你有了恩高 就有能力 所以恩高 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怎么能够得到恩高 怎么能够得到恩高 我刚才说了 恩典 Grease 恩典 是白白给我们的 但是恩高 可不是白白给我们的 我要再讲一遍 恩典 是神白白给我们的 凭着信心 但是恩高 Anointing 不是白白给你的 为什么呢 因为恩高 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很多人以为恩高 你开口求就有了 错了 恩高 是需要付上代价的 当你愿意付上 这个代价的时候 这几种材料 几种特性 都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时候 你就得着 从神而来的恩高 我们也真正能够 住在主的里面 所以为了祷告 每个人 在这个特别季节 我们都要得着神的恩高 住在主的里面 阿们 等一下我要为 弟兄姐妹们祷告 让你们得着恩高 住在主的里面 最后一段经文 我要给你们看 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 你们从主所受的恩高 常存在你们心里 并不用人教训你们 自由主的恩高 在凡事上教训你们 这恩高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们要按着恩高的教训 怎么样 住在主的里面 谁要住在主的里面 谁要得着神的恩高 把手举起来 我看一看 摇一摇 摇一摇 太棒了 太棒了 我祷告今天真的 每一个人 在这个艰苦的季节 后新冠疫情时期 每一个人 得着从神的恩高 而来的恩高 有恩高就有启示 有恩高就有方向 有恩高就有指引 有恩高就有能力 所以今天我要祷告 每个人得着从神而来的恩高 来我们一起站起来 在我祷告之前 我要让每个人 安静我们的心 安静我们的心之后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 你不需要开口唱 你只要沉浸在敬拜当中 求神借着这个歌声 把这个恩高的配方 把配方的特性 启示给你 让你更加强化 更加明白 你也告诉主 主啊 我愿意付上这个代价 墨药的代价 肉桂的代价 仓谱的代价 桂皮的代价 橄榄油的代价 我愿意付上这些代价 然后得着从你 而来的恩高 然后我先为你祷告 然后我们一起 沉浸在敬拜当中 绝对说我们感谢你 主啊今天 我相信今天的信息 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听到 任何人 从这样的角度 来思考恩高 我知道这一定是 你要向弟兄姐妹们 要讲的信息 我们从墨药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要制死 我们的老我和肉体 我们从香肉桂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要建立属灵的根基 我们从桂皮当中 我们看到 我们要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从昌浦 我们看到 我们要顺服你的权品 更重要 我们从橄榄油上 我们看到 我们需要被你 所破碎我们 骄傲的外壳 献上自己 当作活鸡 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 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得着 从你而来的恩高 在这个季节当中 继续向你发光 继续影响周围的人 继续成为众人的祝福 我求你赐这个恩高 给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时候当我们 沉浸在敬拜当中的时候 求你的恩高 就降临在我们当中 让我们每个人 真实地领受到 和感觉到上帝 你的同在 我们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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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我们的手来 你什么都不用做 就沉浸在敬拜当中 你沉浸在主的同在当中 ¡Gin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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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为你生命去高配的赞美 我要歌手你生命 主 歌手你生命 主 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当作火镜 主 我们千辈自己来到这边前 我要歌手你生命 只高配的赞美 我要歌手你生命 我要歌手你生命 主 歌手你生命 主 因为你生命 是高配的赞美 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安静我们心在主的面前 主要我们感谢你 主要今天你的话语就临到我们 我知道你要恩高每一个人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恩高不是白白而来到的 恩高不是我们开口求救能力可有的 我们需要付上代价 今天我真的祷告 我求神你启示给我们今天参加聚会的 不管是现场聚会的这几百人 还是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 让他们知道 你要想得着神的恩高 你真的愿意把这个代价付上 当我们付上墨药的代价 当我们付上 肉贵的代价 仓普的代价 贵皮的代价 橄榄油的代价 主要你的恩高必然引到我们 你的同在也必然 跟我们永远能在一起 我们感谢你 那这个时候呢 也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圣餐 领受神的恩典 当我们预备圣餐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每次我们做圣餐的时候 不只是一个仪式 这是一个我们 一个好的机会 跟神之间的相连 一个好的机会 让我们明白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 让我们思考 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 这个时候 每个人预备我们的心 格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写到 所以无论何人 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 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 人应当自己醒茶 然后吃着饼和着杯 因为人吃喝 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 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 醒茶我们自己 如果有干饭主的 你在心里默默的向主的认罪 歌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节写到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了就白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 你们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让我们一起凭信心来领受主的饼 让我们一起凭信心来领受主的饼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的保血 感谢你的救赎 感谢你两千年前 为我们的罪 钉死在十架上 今天我们纪念你的死 我们知道我们吃下的饼 哪也代表着你的身体 当我们吃下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就在我们里面有份 我们也在你里面有份 我们也相信 经上所说借着你的鞭伤 让我们的疾病得到抑制 我们也知道 这杯代表你的保血 当我们喝下你的保血的时候 还是纪念你的保血 让我们的罪得着解净 天父上帝 我要把今天 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们 不管他们在哪里 都交托在你的恩手当中 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 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保守我们 带领我们 跟随耶稣行走未来的道路 让我们得着天父 你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福分 特别今天 我们在2021年 华人新年来临之际 虽然世界的疫情还没有结束 经济状况也没有好转 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你 仰望你 我们不仅需要从你而来的平安 我们更需要从你而来的恩高 求你帮助我们 致死老我建造根基 谦卑顺服 献上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带着高油的芬芳 让我们的生命带着基督的香气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时代 继续为你发光 我们感谢你 我们要把荣耀归给你 有祝福所有来到教会 和在线观看的弟兄姐妹们 愿天父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恩惠 和圣灵的感动 加上神的保守和超然的平安 无论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现场还是在家里 都与他们同在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起说 阿们